在簡報第二頁這裡 有一個功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Google Meet 因為 現場的老師應該都是用Google Meet做線上遠距 請問你知道 它有增加一個叫子母畫面的功能嗎 這個是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增加的 那這個對老師來說 跟對同學來講是一個蠻有用的工具 為什麼 請問老師平常上課 你是一個螢幕還是兩個螢幕 兩個螢幕是最好的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是混合式的教學 也就是你在單級上課 也沒有辦法達到兩個螢幕 有時候可能不見得 對不對 那老師都只有一個螢幕 同學你覺得他會有幾個螢幕 當然都是一個比較多 所以這樣就會有點困擾 為什麼 就跟老師 如果今天是廣播 我直接把我畫面廣播了 你是就 沒有辦法操作你電腦 那我們線上上課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 這是我的Google Meet的畫面 那同學想要做筆記 或者老師你參加會議 參加研習 我在 參加過程 我想要做筆記 你是不是切過去就看不到了 這樣就很麻煩 所以呢 你可以善用一下子母畫面的功能 那為了讓老師體驗一下 我這邊 有開一個教室 Google Meet的教室 那我先登錄一下 來 我現在有讓老師進來了 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都沒有按接受 就直接進來了 你看我都不理他 有沒有就自動進來了 這個很重要吧 你沒有感覺到同學進來 絕對是陸陸續續進來 因為有各種狀況 所以如果你每次都叮咚就要去開門 叮咚就要開門 有點煩耶 會打斷到你的那個教學的步驟 對不對 除非說你想問他 問題嘛 那 現在呢 你除了搭配這個 也可以搭配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小工具 這個叫做什麼 自動接受 不過 這個部分啊 你要看一下 我先 明調一下 請問老師 你們 學校的 Google Meet的網址 有公佈在學校網站上嗎 有些學校有喔 就不適合這一種 因為會有人進來亂嘛 如果你是 不公開的 那就沒關係 因為這樣子 反正上課就是那些學生 他就可以自己進來 所以這裡 我就把這個網址 把它貼在這邊 就是自動接受的 那 那個 我寫一下好了 好 這樣子 那我把它 放在一樣 簡報第2頁 那 現在我們就讓老師來體驗看看 好 你看一下喔 現在大家進來 是不是長這樣 那怎麼樣找到子母畫面 在這個三個點點 這裡 這裡有三個點 按下去 有沒有叫開啟子母畫面 你把它打開之後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變成在這裡 那麼 你今天不管切換到哪一個頁面 有沒有都 浮在最上面 覺得畫面不夠大 放大一點 對不對 他最多一次可以看到幾個同學 四個同學 那 如果以線上教學來講 老師可不可以把我的分享的畫面 丁選 丁選 變成什麼 變成 大的畫面 加上旁邊的 小畫面 可以吧 來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畫面給大家 您來試看看 我先回到 這裡來 我分享 我的全螢幕 給老師 那 怎麼丁選 老師會吧 就是來這邊 這樣 對不對 他就最大了嘛 那你看 我現在 子母畫面 有沒有不一樣了 有沒有 我丁選了 就丁在這邊 老師可以把我分享的畫面丁選 那這樣子的話 老師是同時可以看到 講者的 分享螢幕 又能夠同時做自己的操作 所以這個 六月份的更新 我覺得很重要 是對 老師 不管你是當學生的角色 還是 開會的角色 都很方便嘛 你就不用說 一定要去 就是 看不到 然後又會 擔心 錯過什麼畫面 好 那 這裡 最大的一個 不方便的 可能就是 你看不到那個 討論區 就是聊天室的內容 還有他最多只能看四個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 我要回去的 你就可以重新 就返回分頁 你就可以回到剛剛那邊 這樣有沒有比較OK一點 所以這個功能老師可以把它 就是 試著用看看 在單螢幕的狀態下 可以幫老師 爭取更多的空間 OK 這個部分老師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想要像我剛剛自動接受的就是你要把 這個Chrome瀏覽器的這個工具把它 安裝起來 你安裝起來之後 不管你開哪一個會議 他就會 只要有人進來就自動接受 你就不用理他 大概會等了兩到三秒鐘 他就自動進來了 好